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抵达索契 相继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以及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这也是他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后 第一次以首席美国外交官的身份 出访俄罗斯 两国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美国调查 俄罗斯介入美国国内选举 叙利亚问题 委内瑞拉政治危机 以及伊朗紧张局势而上升 可以说是降到了谷底 另一方面 随着美国司法部门的 通罗门调查报告显示 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 并没有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 和俄罗斯共谋 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连日来做出姿态 想要改善双边关系 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 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来了解详情 荣香我们知道 这一次国务卿蓬佩奥访了俄罗斯 是受到了外交政策圈的瞩目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此情有什么可以关注的重点 贴面上两国求同存异的诉求 并无法掩盖 两国在许多议题上面的重大分歧 首先我们来看看 美国对俄罗斯指控 俄罗斯介入美国国内政治的 这项指控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警告 俄罗斯别干涉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他表示美国绝对不会忍受 这种行为 而这样做只会使得 两国的关系更加恶化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蓬佩奥的会谈 持续大约90分钟 普京在会谈前否认了俄罗斯 介入美国的国内政治 他表示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显示 当时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和当时的特朗普阵营 有共谋 他表示目前是两国来重启对话 并且重建关系的时候了 因为这有助于双方的国家利益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面 蓬佩奥国务卿明确指出双方存有重大分歧 他也呼吁俄罗斯不要再支持马杜罗政权 因为这个政权并非代表大多数 委内瑞拉人民的民意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们对于委内瑞拉的局势存有分歧 我敦促俄罗斯方面支持委内瑞拉人民 把民主归还给他们的国家 美国和其他50多个国家都认为马杜罗必须下台 他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的只是苦难 我们希望俄罗斯终止对马杜罗的支持 尽管美国和俄罗斯对此存在分歧 但我们会继续对话磋商 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向前推进的道路 结束正在发生的人道和政治危机 这是美俄两国都同意的 在伊朗问题上有媒体报道 美国正在考虑派遣12万美国大军 进入中中央地区来应应伊朗的威胁 对此美国国卿蓬佩奥明确表示 美国并不打算和伊朗开战 俄罗斯会长拉夫罗夫则表示 希望这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 下面我们来看看俄罗斯会长拉夫罗夫怎么说 至于伊朗局势 以及有关伊朗核协议和伊朗核问题所带来的挑战 我希望理性能够占上风 今天传出美国计划向中东地区派遣12万军队的谣言 我们今天也谈到 迈克说过 这是五角大楼的事情 但是这个消息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因为中东地区非常紧张 面临种种不同的冲突以及困难局面 再过几个星期 二十国级会峰会即将在日本登场 美国国卿蓬佩奥此行访问俄罗斯的索性 也被视为是在帮美国总统特朗普 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二十国级会另外举行会谈来铺路 最近华盛顿表示要改善和莫斯科方面的关系 下面我们带来看看美国国卿蓬佩奥怎么说 我今天来到索契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力于改善美俄关系 两国之间存有分歧 每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关注自己人民的利益 但是我们在每个议题上并非都是敌对的对手 我希望美国和俄罗斯 可以找到一些符合双方利益的议题 并且可以真正开始建立牢固的关系 至少在那些特定的议题上建立牢固的关系 而美国和俄罗斯寻求合作的特定议题 包括了两国重启对话 以及反恐的工作小组 还有就是两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工作层级方面的工作小组 因为这样做能够防止军事竞赛 导致错误国际 主持人 好的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为我们发挥的连线报道